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7月11日受到反对派政客的压力 原因是他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与网约车公司优步有关联 卫报和世界报周日7月10日报道称 优步公司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为了进军新市场 违反了法律并秘密游说政界人士 马克龙的办公室告诉世界报 作为当时的经济部长 他经常与许多扰乱服务业的公司接触 有反资本主义的不屈法国党领导的左翼 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表示 他们将寻求议会调查马克龙在法国 帮助这家加州公司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经看到自从马克龙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以来 他一直在采取行动破坏劳动力市场 让工人更加脆弱 以便为经济金融化 一名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里的成员告诉记者 及右翼政党国民大会的议员萨尔蒙表示 他支持议会调查的想法 《卫报》报导称 尽管当时社会党政府的其他成员 对优步进军出租车领域感到担忧 但马克龙与优步高管互发短信 后者将他视为关键的幕后盟友 没有丑闻也没有达成协议 因为没有对当时的经济部长马克龙有有利的报酬 唯一的报酬是在我们国家创造的数千个就业机会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国会议员兼马克龙复兴党议会集团主席贝尔热说 针对《卫报》和《世界报》的报道 优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没有也不会为过去明显不符合我们当前价值观的行为找借口 作为部长和现在的总统 马克龙积极争取外国投资 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与跨国公司的许多高管保持一致 自从他的政党在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中失去控制多数席位以来 马克龙和他的政府面临着来自反对党越来越大的压力 他的政府周一面临不信任动议 尽管由于保守的共和党和国民联盟计划投弃全票 预计该动议不会通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